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一匹狼的故事 一匹白眼狼的故事 这故事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赵宗时 后来呢又改名叫赵鼠 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大家看过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剧 我没看过 如果看过这部剧的话 知道那个剧里有一个好像叫赵宗权的这么一个人物 说的其实就是这个赵宗时 也就是这个赵鼠 这个故事呢 要说起来呢 得从仁宗皇帝五子开始说起 在仁宗皇帝27、8岁的时候啊 还没有儿子 所以呢下面大臣呢就很着急 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国本呢 大臣们呢就劝谏仁宗皇帝说能不能从宗室子弟中啊选一个 作为后选 也作为一个引子 先放在宫里培养 如果将来您有了儿子 再把他送回去 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国家培养了一个动良之才 如果呢 您最后没有儿子 那这个呢 咱们就留下来作为太子也好 怎么样就能继承大统 这样的话国家就安稳了 我们也就踏实了 您也踏实了 仁宗呢 对此事态度呢 就是行也行 不行也行 就是就是基本就这态度 因为他认为自己呢 还只有27、8岁 春秋正盛 他觉得自己将来呢 一定还会有儿子 但是呢 大臣们屡次这么劝谏呢 他也不好每次都反驳 于是呢 就答应了 那么从谁家选这个养子呢 这当时费了一番州长 最后呢 选定了从当时的蒲安义王赵忍让他们家里头选一个 作为将来的养子也好 皇子也好 为什么是选择了赵忍让他们家呢 第一呀 这赵忍让呢 他是仁宗皇帝的堂兄 这个王爷呢 很能生孩子 他现在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儿子 十几个女儿 属于那种特别多产的王爷 而且呢 他跟仁宗皇帝呢 私人关系非常好 因为两个人小时候 年龄相仿嘛 在宫里呢 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 所以呢 关系呢 长大以后也保持的非常好 再一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什么呢 是赵忍让曾经做过仁宗皇帝的备胎 也就是说在宋真宗时期 宋真宗大家知道也是老来得子 最后才有了仁宗皇帝 还是从那个李晨飞那里得来的啊 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了 就是刘娥那故事 所以呢 在此之前呢 宋真宗也对自己已经基本绝望了 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不会有儿子 所以呢 他也从当时的那个 他也从自己的亲弟弟家里头选了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赵忍让作为他的备胎 没想到呢 赵忍让在宫里呆了九年 到最后呢 九年以后仁宗皇帝出生了 所以赵忍让又灰溜溜的回去了 但是啊 不管是宋仁宗也好 宋还是宋真宗也好 对这个赵忍让这个家族啊 一直是不保 这个备胎啊 一点没让他白当 在许多的赵氏的宗室子弟中啊 这个赵忍让是最早封的王 而且他是活着的时候就被封了王 他现在已经是蒲安义王 等他死的时候又被追封为蒲王 大家知道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封王 单字的王 一般要比这个好多字两三个字 那个王 比如蒲安义王 就没有这个蒲王要尊贵 因为单个的字的王呢 通常意为是一个大国 那个蒲安义王呢 就是一个小郡 这么一个王 这还有区别的 在同年龄的那些赵氏子弟中啊 很多人呢 还没有封到封到亲王呢 甚至死的时候都没做到追封成亲王 但是呢 这个蒲安义王赵忍让已经是称 已经是生而为王了 所以呢 当赵忍让知道仁宗皇帝要从他的家里头选一个儿子 作为将来的养子 他是新人应允 他知道这个背后的利益有多么大 他说的 我积极配合 来吧 我保证货源供应 于是呢 仁宗皇帝呢 就派遣宫里的一个内夫人到赵忍让的王府里 去挑选一个孩子 这内夫人来了以后呢 这赵忍让呢 就把他那些儿子们都集中起来啊 来了 都到大堂里来 让这位夫人看看 哗啦哗啦哗啦 上来了十好几二十几个 这内夫人看都傻了 说您这个儿子可真不少 那个赵忍让说 对 我们就是儿子多啊 您选吧 我们作为专业人士 是吧 我专业做备胎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个口碑一向很好啊 这个不管是这些 这些孩子 你看不管是个儿大的个儿小的啊 熟的还是半生不熟的啊 还是完全轻的 您都可以随便选啊 我们都是一口价啊 而且这个这个啊 皇室呢 也是我们的老顾客啊 因为他自己当过备胎嘛 皇室也是我们的老顾客 所以呢 你我们肯定也有很好的折扣 你就大胆的选吧 哎 这内夫人很高兴 就开始从这几个孩子中选 选了半天 也没挑出特别合适的了 天气呢 慢慢的都变得比较晚了 天都黑了 这内夫人都要回宫了 就说的 哎呀 说不好意思啊 说这个王爷 您看您这些孩子吧 我看着还都不是特别合适 说要不然我回去先跟皇帝禀告一下 然后咱们再做下一步定夺 这个王爷说 说没问题啊 说那个 您别着急 说这一批孩子不好 你要没看上眼 没关系 说我还有一个战略预备队呢 嗯 还有十几个 现在在本王爷嫔妃的肚肚里 不日就将诞生啊 到时候您再选的话 我们还有新鲜的那个让您挑选 哎 这个内夫人说好好好 说的我跟皇帝禀告一下啊 这事咱不急 哎 这内夫人这要走的时候呢 哎 突然看见这个屏风下面呀 那趴着一个小孩 跟个那个小泥猴似的就趴在那个屏风下面 他说这是谁呀 这赵人让一看着孩子 有点发愣 说他这个是谁 我给你问一下吧 这内夫人看这个小孩这个穿的衣服啊 不像是下人的孩子 嗯 赵人让就把身边人叫过来 说这孩子是谁呀 旁边人就过来 说王爷您怎么了 啊这这是您儿子呀 这是您的十三子是 是任夫人生下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 当时这个赵宗时在这个王爷府里的这个地位 他都四岁了 趴在地上也没有奶妈 也没有保姆在身边 就趴在地上就没人管 跟个泥猴似的 所以在家地位啊 他确实不高 而且他的母亲呢 任氏夫人呢 就是一个小妾 给他封的官职是什么先元县的县君 就是县官给他封的这个官职 给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啊 说怎么怎么这个小妾还封了一个官职 这时候啊 就我就要稍微跑一下题了啊 大家放心 我肯定快去快回 这北宋啊 他官职啊 跟差遣 他是分开的啊 你这官职啊 只代表你是什么品级的干部 然后呢 你能拿你能拿什么品级的薪水 你的俸禄 这决定你的官是多大 嗯 然后你具体干什么 那要看你的差遣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包整啊 包青天 包龙图 包龙图当时的那个官职呢 就是龙图阁职学士 全开封福音 你看这前面这个龙图阁职学士 就是他的官职 也可以说是他的职啊 这职呢 就跟这个现在说的这个中科院院士 国务院津贴获得者等等 跟这差不多就是一个荣誉头衔 然后他下面这个全开封福音 这个才是他的差遣 这个是很重要的 前面那个只决定他拿什么品级的工资 后面这个才决定他具体是干的什么工作 在北宋啊 有好多官员啊 都是有官职 但是没有差遣 就是所谓的闲职 这也就是为什么北宋这个官僚机构 特别臃肿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那种闲职啊 站着这个观想 所以在北宋 如果你问一个知府你是几品呢 这还真不好说 这这个知府有可能是一品 有可能是七品 也有可能是五品 他都有可能不同的官职都可以配以不同的差遣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高品级的官员 你呢下到一个低品的差遣上去的话 这个呢就叫判 就是判之州 这就叫判 我是五品的品级 我又到了一个五品的差遣上 这个就是要知 这就没什么 这就是知 什么什么什么就行了 如果你是一个低级别的 我你是一七品 但是你干的是五品的差事的话 这个叫权 意思就是你暂时做这工作 将来呢你表现的好 你可能转成知 你的品级提升上来 提高上以后 你就转成知了 如果你表现不好呢 那你就还得下来 这就是权且的意思 就叫权 包龙图做的这个权开封福尹 就是因为他的品级还到不了开封福尹这个级别 所以呢就给他加了一个权子 到后来呢他还做过书密副使也是加了一个权子 他的品级也没有到书密副使这个二品大元的这个级别 刚才提到了包龙图 其实我应该换一个人来提 因为如果提到包龙图的话 这个很容易跑题 但是确实有很多观众问我 问我说这个讲北宋讲了这么多的人物 为什么一直没有提这个鼎鼎大名的包整包青天呢 所以呢 我这就不算跑题 我这算是答疑 回答一些观众的提问 为什么不提这个包青天 这包整呢 为什么不提他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跟我提过的那些人物啊 确实还差着几个档次 还不是差个一点半点 这真差不少 在历史上啊 这包青天出名呢 就有几件事 第一呢 是他中了禁食以后呢 没有马上当官 当时呢 他是好像是父亲生病 然后他一直照料父亲 然后等他父亲病好了以后呢 他母亲呢 又不想让他去当官 于是呢 他就一直陪伴他的双亲 大概过了十多年 等他的双亲都去世以后 他呢 又在他的父母的灵前盖了一个小草屋 在那守墓了几年以后 他才出来正式开始当官 当时呢 这就传为一时的佳话 因为当时宋少嘛 是以人孝治天下 包整的这种行为呢 就是非常符合这种孝的标准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这个是个孝子 那别的事情就错不了 这是一件事 他很出名 后来呢 他就从支县做起 慢慢的就升上去了 他跟当时的大员韩琪 他们关系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 随着韩琪他们的官职的提升 他也是算是水涨船高吧 也是慢慢提升起来了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当时包整做建官的时候 当时呢 仁宗皇帝呢 想任命这个张贵妃的叔叔 叫张饶佐的这么一人 担任一个节度使 其实节度使那时候也就是一个虚弦 这个包整不同意 几次是历见 这仁宗皇帝呢 都不想听他说了 哎呀 赶紧想走 这个包整的走到近前 吐抹横飞 就劝着仁宗皇帝说 你坚决不能提拔这张饶佐 这人不是东西 哎给仁宗皇帝给喷的呀 这包整这个吐面真不少 水量很大 幸亏这个仁宗皇帝当时那个会游泳 如果不是的话 估计那次就被淹死了 从那以后 这个仁宗皇帝对这个包整啊 是有很深的印象 哎 这是包整一件出名出名的事儿 后来呢 他就是全知开封府尹啊 他担任开封府尹呢 有这么一年半的时间 其间呢 并没有出现什么大案 什么 什么臣室美案呢 什么这个王爷这个大臣 没有这没有这些答案 都没有啊 他那个什么龙头闸 虎头闸 什么狗头闸 什么那也没有啊 而且这个 他实际上在开封府尹这段时间呢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把开封府尹大门开放了 以前呢 这门是关着的 而且如果老百姓要告状的话 需要通过那些 下面那些官吏层层的报上来 有的老百姓呢 不识字的话 这个官司都没法打 告状都预告无门 包整来了以后呢 就把这些程序全给替掉 老百姓可以直接上堂来告状 申冤 哎 这样这个当时来说确实是个创举 还有一件事儿 就是在一个当时发洪水 然后呢 这个包整的发现有几个伪装建筑 是一些权贵们的伪装建筑 非常的妨碍抗洪救灾 于是呢 就把这些伪装建筑给拆了 当时大快人心 就这么几件事儿 算是包整呢 做的比较出名的事儿 至于什么与庞泰师的恩怨呢 那都是老百姓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期望 就是判闸美案啊等等等等 那些什么陈舟放粮啊什么的 还有说 他是由他自己的嫂子抚养长大的 其实不是 他是由双亲抚养长大的 还有就是包整在七十多岁的时候 最后一次登场 在历史中留下一笔的就是他劝谏仁宗皇帝 让他早点从这个宗室子弟中啊 选一个人来作为皇子 这个就是这个当时是包整力劝了仁宗皇帝 但仁宗皇帝呢也没听啊 后来还是司马光劝谏以后 仁宗皇帝才听了的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包整的整个在他的围官期间的一个履历啊 他最后做到了书密副使啊 还做过三司使 三司使就等于是主管北宋财政的这么一个大臣 官职呢 做的不低 但是呢 后面后世的那些功绩也什么的 那都是戏里头说的啊 那个就不属实了啊 还有这个庞太师 这庞太师呢 叫庞吉 说他是怎么怎么坏 然后这个包整呢 怎么怎么惩治他等等 其实这也是一个北宋西南一个大冤案 这就跟那个潘仁美潘美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这个也是也是没有的事儿 这个庞吉呢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大臣啊 他曾经追随着范仲淹 是范仲淹的好友 他也是当年我讲过那个那个三川口战役以后 他去调查刘平将军的那个 是不是头是不是投强了西夏军的那个大臣 是他做的异地调查 他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 后来呢 他也一直在镇守着那个西夏边境 也做了很多工作 到最后呢 他收了一个学生 他有了一个追随者 这个人呢 跟他关系对他非常的推崇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对他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 庞吉死了以后啊 皇上呢 是给他追封为司空 受侍中贤 就是地位还是很高的 载直的地位啊 好的 跑题结束 咱们接着说这个内夫人选孩子的事 这内夫人看见这个四岁小孩啊 就问这王爷说 这是您的儿子 这王爷说 他们说是 那就是吧 哎呀 你知道我这个儿子太多 有时候我也认不全 内夫人说 嗯 我瞧这孩子不错 当时啊 这个史书上记载 说周围的人 就是这个王府的人啊 都偷偷的笑 这史书也没解释他为什么这些人笑 我也觉得挺奇怪 他们到底笑什么呢 是不是笑这个顾客来挑 挑半天挑了一个醉生的瓜回去 还是笑这孩子将来可能会做出很多可笑的事情 哎 这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这内夫人呢 就把这个赵宗石给定下来了 啊 这个王爷呢 也欣然应允 说你放心吧 哎 我会尽快打包 不是我尽快给打扮打扮 然后送到皇宫里去 哎 就这样 就把这赵宗石定下来了 然后不日呢 就送到了皇宫里头 就开始跟这些小公主们呢 在一起玩 嗯 由此呢 也认识了高涛涛 哎 就是皇后的外甥女 哎 两个人呢 就开始两小无猜的在一起玩了 哎 一晃呢 就几十年过去了 在这期间呀 仁宗皇帝呢 曾经有过三个儿子 但不幸都早逝 有的最多的活到了三岁 也早逝了 而在这过程中呢 赵宗石呢 也不可避免的从皇宫里出出进进 他一有孩子就把他请回去了 等到这个孩子没了 又把他请回来了 又有孩子又死了 又给他请回去 就是这么折腾过几次 这赵宗石呢 由此心里有些不满呢 也可以理解 但是啊 等到了赵宗石 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已经跟高涛涛结婚了 而且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这高涛涛也是特别能生 这时候仁宗皇帝这边就面临着很大的麻烦 就是后继无人 没儿子 这时候仁宗皇帝已经四十多岁了 还没有儿子 赵宗石呢 已经出宫 在在他自己的王府里生活 所以呢 这个仁宗皇帝的大臣呢 就非常非常的着急 国本不稳啊 所以他们就屡次的向仁宗皇帝觐见 说你要收养一个孩子 要要要要有一个皇子 还是从宗室子弟中选一个皇子 出来 仁宗皇帝呢 就一直拖 为什么呢 仁宗皇帝他自然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皇位 这是很自然的啊 他呢 也一直抱有希望 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范震 屡次觐见 就为了一件事啊 觐见了十九次 有一次是叩头如捣蒜 跪在这仁宗皇帝的面前哭着说 仁宗皇帝说 说皇帝你赶紧立一个皇子吧 要不然的话天下不稳呢 仁宗皇帝呢 也非常感动 哎说 也哭着对这个范震说 说我知道爱情是中心 是为了咱们这个 这个是为了设计安稳 但是呢 你再给我两三年时间 于是呢 就这么拖 又拖过两三年 在这期间呀 仁宗皇帝还真生了几个孩子 两个妃子 两个 一位姓董 还有一位姓周 好像是啊 先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然后隔一年 这两个人又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后来其中一个妃子 又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总共连生了五个女儿 一个儿子都没有 这仁宗皇帝觉得 他好像遭受了天谴一样 仁宗皇帝也是彻底绝望 那时候他已经47岁了 即使说在之前啊 大臣们屡次觐见 仁宗皇帝呢 就是拖一拖 然后呢 回到宫里都自己默默的耕耘 但是呢 产出呢 总是不让他满意 没儿子嘛 最后也逼的没办法了 而且仁宗皇帝也对自己 彻底失望了 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命运 没办法 得 那就从这个以前领养过的孩子中 找一个吧 当时以前领养过和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小一点 比赵宗石小一点 赵宗石呢 稍微大一点 最后呢 仁宗皇帝呢就决定呢 还是赵宗石吧 说呢 第一 赵宗石呢 在这宫里呢 领养时间挺长的 呃 而且呢 他跟高涛涛也结婚了 等于是 等于呢 呃 仁宗皇帝呢 是赵宗石的姨父 这是亲姨父 所以关系更近一点 而且呢 又是赵忍让府里的 所以呢 哎 还是从这个 赵忍让这个王府里的出 于是呢 就决定了 哎 封这位 赵宗石 为一个泰州防御使 知宗正寺 就这么一个官 宗正寺 就是等于是家族的事务的一个官员 就给赵宗石下诏了 啊 让他搬到宫里来生活 这赵宗石呢 没有应赵 他的借口是什么呀 说我父亲刚死 我不能去担任任何官职 哎 说起来也是堂而皇之的 哎 他的父亲赵忍让 这时候给刚刚刚刚刚去世 他这个理由呢 虽然说 说说的过去 但是皇帝呢 也可以命令他多情起父啊 就是说你不用去去做这个丁忧了 然后你就还是回来当官 所以呢 仁宗呢 就让他多情起父 他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说我就要尽孝啊 后来呢 下面的大臣啊 哎 韩琪 哎 就跟那个仁宗皇帝说 说你看这孩子 说这个孝顺呢 是好事 说就依了他吧 仁宗皇帝行 行 那就等等吧 哎 过了几年 这个丁忧期也过了 然后仁宗皇帝又给他下诏 说回来吧 到时候当官来吧 到到宫里来生活吧 他还是不应召 这仁宗呢 也有点烦了 说要不然就算了吧 从别的那个宗室子弟兄再选一个吧 不一定非要他呀 但当时的那个宰相韩琪 也就特别固执 韩琪是在北宋的宰相中啊 是超级固执的一位 他特别坚持说这个这是一个孝子 说您再等等吧 说呢 那要不然咱们给他一个名分 给他一个皇子身份 这不就行了吗 于是呢 哎 仁宗皇帝呢 就召集了皇亲国戚 各位大员们在一起公开宣布 这个赵宗石就成为了他自己的皇子 那就给他一个身份了 然后马上就让仁宗皇帝的一个叔叔 去他这个这个王府里头 去接这个赵宗石进宫 这赵书吓到了蒲安伊王府 但是这个赵宗石呢 还是不奉赵 原因是什么 他说我病了 我病了不能奉赵 说让皇上撤回圣旨 他手下一个亲信 就问这个赵宗石 说您为什么都给你皇子了 你还不奉赵 这赵宗石就说 我呀不敢招服乃是避祸也 他把这个进皇宫做皇子啊 当做是一个祸事 当时这个亲信就跟他说 说你这个脑袋真的是吸过吗 当然不是这么说的啊 这是我说的 说您好好想想 你现在是皇子了 如果你不进宫 将来如果有别的人当上了这个 将来如果有别的人继承了大统 当了皇帝的话 那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你还能活得下去吗 你是曾经的皇子 曾经的清定的继承人 这么一说 这赵宗石啊 如梦初醒 哎呦 你怎么不早说呀 赶紧收拾收拾 洗把脸上了教 就去皇宫了 一顶小轿带着几个随从 带着一箱子书 就进了皇宫了 当时这些文官们呢 雀跃不已啊 就一看这个赵宗石 哎呦 这整个就是一个文人的一个样子 你看 他没有什么这么多的随从啊 这么多的财宝 什么都没有 就带着一车书就进去了 这就是文人的改模 哎呀 大宋皇 大宋朝 终于选定了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接门人 果然如此吗 大家听着我接着说 赵宗石啊 在宫里住了几年以后 就被立为了太子 在他立为太子的一年以后 仁宗皇帝就出事了 那是在1063年的二月份 仁宗皇帝呢 突然有大病立场 仁宗皇帝以前呢 就经常会发一种奇怪的病啊 就突然的不愈 史书上叫不愈 就愈就是那个河南那个愈字 意思呢 就是昏迷 突然就昏迷不行 有时候还还癫狂 这次呢 病得比较厉害 这次据说病的时候呢 曾经大骂 曾经 曾经说这个皇后要毛反 当时下的皇后都不敢接近呢 说皇后跟那个张茂泽要毛反等等 反正下的张茂泽要要自杀 然后皇后也不敢再去接近呢 反正这次病得挺厉害 后来到了他病的时候呢 他病的时候呢 韩奇呢 曾经第一次进到皇帝的寝宫里头 去看望仁宫皇帝 当时呢 韩奇进到屋子里以后 一看 韩奇都傻了 一看这个皇帝啊 这个寝室啊 非常非常的简陋 所盖的那些被褥啊什么的 也都是素色的 一看就是用了很长时间的了 呃 仁宫皇帝呢 就躺在床上 也看到了这个韩奇啊 和下面几个载质大臣们 东张西望呢 直到发现了 他这个王子过于简陋 仁宫皇帝呢 就是欺然一笑 就说 哎 朕不过是奉旨 在这个位置上而已 明志明高 我是一点不敢动 这就是仁宫皇帝 仁宫皇帝生在宋朝最富庶的年代 他周围的大臣 臣民老百姓都非常的富足 唯独他过着非常非常节俭的生活 他是生在富贵中 但过的却是非常节俭的生活 当时那些载质大臣们 看着仁宗皇帝的秦史 又想想自己过的那种奢华的生活 心中呢 不禁都一丝愧意 但是宰相韩奇有没有这样的愧意 就很难说了 二月份生命以后呢 仁宗皇帝的慢慢又缓过来了 后来呢 又能够重新开始临朝 好像看起来 他又闯过了这一劫 但是呢 到了三月份的某一个夜里头 凌晨的时候 仁宗皇帝突然从梦中惊醒 然后就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然后他就赶紧叫内侍去 赶紧把皇后叫来 皇后马上赶到秦宫 这时候仁宗皇帝捂着自己的胸口 一脸非常痛苦的样子 就跟皇后说 意思就告诉皇后 我不行了 皇后呢 马上就一方面招太医紧急抢救 一方面呢 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寝宫就封锁起来了 仁宗皇帝呢 这次没有躲过这一劫 在凌晨的时候呢 就驾崩了 当时呢 曹皇后呢 就马上把韩旗叫来 他是宰相嘛 马上把韩旗叫来 同时呢 整个封锁了整个整个寝宫 不让这个消息外露 同时又把这个赵宗时叫来 那时候赵宗时已经是太子了 然后当时非常果决 这就是马上要立这个赵宗时为皇帝 这时候奇怪的一幕就发生了 这位赵宗时 风魔般的死活的不干 我不干 我不干 这个我干不来 我怪不来 跑着 四处跑 然后这些载质大臣们就开始追 然后呢 追上以后呢 就是七手八脚的给他换上了衣服 黄袍啊什么冠冕啊什么的 给他装扮好了 大家刚松一口气 再一看这位赵宗 这时候他以他当了太子以后 已经改名叫赵宗了 再看这位赵宗啊 发现他目光呆滞 两眼无神望着远方 眼睛里呢 还滴出两行泪垂在脸颊上 当时这大臣看着心里头有点 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了 怎么就觉得像傻了一样呢 这当时啊 还有一些大臣说 哎呦 你看这皇帝多孝顺 这是悲痛欲绝的样子 所以说对这些文官们啊 我也是无话可说 这场孝顺大戏啊 还在继续上演着 虽然说赵宗 自此就算是登上了皇位 成了宋英宗 但是闹剧还是在继续 白眼狼还继续在养成之中 过了几天呢 就是仁宗皇帝入恋的日子 这一天呢 大家都非常的心情很沉痛 整个这个仪式呢 都在一个肃穆悲伤的气氛中进行着 非常的安静 这时候突然这位英宗皇帝就发作起来了 他突然跳起来大喊大叫 说你们要杀我呀 你们都在害我呀等等 然后就围着这个仁宗皇帝的灵鹫啊 跳来跳去 手无足蹈 又哭又笑 大家都傻了 当时那个那几位宰制大臣啊 特别是韩琪啊 他是一向是站在 站在英宗这一边了 这次他也觉得有点闹的有点不像话 于是呢 他就一面命令这个太监们用布把这个整个大殿围上 不让别人看见 另一方面呢 就赶紧让这个工人们把这个英宗皇帝啊 送回寝宫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这个赵蜀回到寝宫以后继续是发疯发颠 他是逢人变打逢人变骂 闹的这些太监工人们呢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于是呢 就有人去禀报了曹太后 这时候已经是曹太后了 禀报曹太后 曹太后就赶紧赶过来了 赶紧去规劝这位赵蜀啊 大家知道这个曹太后的性格一向是这么温厚啊 贤良啊 那种不急不躁的那种样子 你可以想象他劝谴赵蜀的方式啊 一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也是可以温柔的安慰他 劝他等等啊 又给他讲以前仁宗是怎么怎么做的 怎么对待下人呢 等等等等 但是赵蜀根本就听不进去 曹太后现在完全是在对牛谈琴 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是曹太后愤而从这个赵蜀的寝宫里走出来了 然后马上就让人去把韩琪给我找来 大家没见过曹太后生这么大的气 曹太后一向是那种特别沉得住气 特别那种宽容的人 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韩琪来了以后呢 曹太后就质问韩琪 说你到底给我选的是什么样的人 这韩琪怎么说呢 韩琪说 哎呦 太后 他就是病了 他有病吗 儿子有病 你这做母后的你应该宽容啊 你跟他这么计较干什么呀 这曹太后继续质问韩琪 说你当选人的时候 你这些东西你就没有看出来 他是这样的人吗 韩琪说什么 韩琪说的我只负责宫外的选人 宫里头可是您太后跟皇上教诲的呀 等于他在推卸责任 而且呢韩琪还 语带威胁的对这位曹太后说 说啊 说如果这个皇帝如果不好的话 如果要出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责任也你要来负 这当时周围的大臣呢 都觉得韩琪说这话 对太后这样说话实在是太无礼了 两个人就不欢而散了 因为赵蜀能够最终的成为皇子 以至成为太子 这一切韩琪在背后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韩琪在立主着这位赵蜀能够入主东宫的 过程中呢 仁宗皇帝也曾经好几次准备放弃 准备从其他的宗室子弟中进行选择 不是说只有赵蜀这一个人选 真的不是 至少来说赵蜀啊 他还家里还有二多个儿子 对吧 比这个赵比这赵蜀强的 还有好几个的 其他的宗室子弟也有 所以赵蜀绝对不是唯一的人选 但是他背后的最大的助力就是这个韩琪 所以曹太后指责韩琪选错了人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韩琪不想认这个账 为什么 如果他承认选错了人 如果赵蜀最后没有当成这个皇帝 或者在皇位上没有做住的话 那么当初他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 这个罪过韩琪可能几代人都放不了身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管赵蜀他是什么样东西 他是怎么样的一只狼 韩琪都要把他放在皇帝这个位置上 这就是现在的韩琪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聊聊这个韩琪 人性的蜕变有时候就是这么快 好的各位朋友 因为后面的内容还比较多 所以我想一集的时间肯定讲不完 所以咱们还把后面的部分放在第二集里头 第二集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制作出来 应该是有两三天的时间吧 我就能把第二集制作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影响大家 那个观看整个的这个故事 好的 今天这个第一集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头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好的 谢谢大家 咱们下集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